大家好,歡迎收睇明報530 今天是10月4日星期五 一棟入了火七年的大廈 現在說要用700萬 是700萬去維修 這樣才可以安全 整棟大廈大約只有100戶人 即是每戶要給7萬元出來 除了陰宮兩個字 我們真是不知道怎麼說好 人人都說主張環保 但是有時做起來就變成為了環保 而變成更加不環保 你看看你的家 究竟有多少個環保袋你就知道了 16間加拿大航空公司 上訴去到聯邦高等法院 想說預約航班延誤取消為失行李 都不用賠錢給乘客 幸好天有眼 法官判他們敗訴 而且不能再上訴 英國有很多賭博公司什麼都可以賭 不知道他們會不會開出的賭盤 賭下多倫多 什麼時候落第一場雪 他們有沒有這個賭盤 是他們的事 而安省的氣象專家 其實是努力想預測一下 多倫多和周邊地區 什麼時候會出現第一場雪 根據加拿大老農民年曆 今年冬天 安省東部的降雪量 將低於平均值 但最大的降雪期 將會在11月初、12月初和12月下旬 1月和2月的大部分時間和3月初 老農民年曆預測 包括11月1日至9日 這個星期之內 多倫多就有可能會落第一場雪 不過你又不用怕得 立即穩定雪產和雪鹽 因為根據加拿大環境和氣候變化部預測 10月至12月期間 多倫多的積雪量將低於平均 雖然如此 現在考慮預約同駕車莊雪胎也模仿 有備無患總是好 加拿大環境部和老農民年曆 都預測 今年冬天將會特別潮濕 下雨、下雪會交替出現 至於安省的第一場雪 據說已經出現了 9月7日 有報導清 在下季正式結束之前的幾個星期 North Bay和Huntville都已經下雪 何時落第一場雪 朋友之間可以輸到杯咖啡 去什麼英國賭博公司落住就不好了 賭錢的東西 輸贏都不是一件好事 夏天到了 旅遊回鄉探親想送優質養生產品做手信 那就要去港利行 他們不只有優惠 花旗森還是百分百安省種植 還有滋補養銀燃窩棧系列 豐富膠原蛋白的海參 和花膠、冰酒各款海味 多款產品都有精美禮盒包裝 記得到第一廣場或萬金廣場門店選購 港利行連續12年成為加拿大 安省花旗森指定經銷商 現在更有網上服務 在網站訂購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 養生健康 受損港利行 你和帕文位於威爾順路869號 有100個單位 據專業工程師的建議 已經有水滲入運營土停車場的頂板 這樣會造成嚴重結構風險 必須要解決 業主立運法團要嚴正對待這個問題 特別是在2021年美國佛州發生 致命帕文倒塌事故之後 業主立運法團任務 是要確保進行必要的維修工作 即使這樣做出的艱難決定 不受業主歡迎 法團在眾多業主不滿的情況下 現在同意給更多時間 給業主 仔細考慮更多方案 才投票決定 帕文的業主立案法團 及僱傭的律師劉律師格雷科都說 法團和帕文專業工程師 就地下停車場的缺陷考慮收復方案 地下停車場在外人來看 是沒有大礙 但是必須要依賴專業工程分析 法團的董事局成員 對業主面對巨額維修費用 是沮喪感同身受 因為他們自己本身都是單位持有人 必須繳付維修費的一部分 但是 他們不能因為這樣干擾 他們保護帕文安全的首要職責 對柏文進行特殊評估的部分原因 通常是包括收復屋頂 外部玻璃牆 陽台 地基 和停車場等 擁有柏文單位的郭先生 五年前扣入 這棟柏文的一個單位 他說 自己將單位出租之後 就搬到 一處租金更相宜的地方居住 他又說自己扣入單位 並不包含停車位 因此對他來說是更加困難 7萬元是一筆大數目 其他單位業主對每戶 7萬元的維修費用 亦感到難以應付 單位業主 奧格迪替就說 哪裏有人手頭上有7萬元的多餘錢 所以 他很難想像自己會怎樣做 另外一位業主 奧格利亞就說 生活成本飛漲 通脹飛升 業主立案法團 就將這些事算在單位業主責任之內 我是瓦佳淨水 Michael Chiu 飲用清潔水 可以加速身體的新陳代謝 排除毒素 記得飲足夠和乾淨的水 首選一定是瓦佳淨水 對於加拿大16家國內航空公司的旅客來說 今天真是喝得杯落 因為這些航空公司向聯邦高等法院上訴 說他們無論是班機嫌取消 或者因為超賣機票 而引致乘客不能登機 航空公司都說 他們是有權不賠償給乘客 他們的要求 被聯邦高等法院判處 敗訴 而且 今次是終極判決 不能再上訴 所以乘客以後 不用任他們 如辱 航空公司說 不賠錢給旅客的理由就是 加拿大航空旅客保護條例 支持旅客因為班機嫌誤取消 或行李遺失得到賠償 這個規定 是違反國際旅行規則的 去年12月 聯邦上訴法院 已經駁回了航空公司的訴訟 只是判他們 在行李臨時遺失的時候 不用賠償 航空公司於是再上訴 這次好事了 他們又輸了 請大家記住 根據加拿大航空旅客保護條例的規定 以後 如果乘客是因為航空公司 預售機票 超過實際座位數目 而被拒絕登機的話 航空公司必須賠償乘客 最高 2400元 由於航班延宴或取消 旅客可以獲得 保證賠償金 最高 1000元 旅客行李 被遺失 或損壞的賠償 最高 2300元 航空公司認為 這些規定是違反了 滿地可公約的 台他性原則 這個公約規定 任何和國際航班有關的 賠償損失訴訟 完全要受到公約條款約束 而不是由任何其他規定裏面去做 對這個說法 法官羅馬爾科姆就說 加拿大航空旅客保護條例 沒有規定賠償損失訴訟 因為它不是提供 個性法的賠償規定 相反 它是制定了一項 和滿地可公約 並行運作的消費者保護計劃 因此 它不歸入滿地可公約的 排他性原則範圍裏 旅客權益支持團體 航空旅客權利主席 盧克斯就說 法院判決 支持了加拿大乘客權利 這是相當公平 公正的 不過 如果與歐盟比較起來 歐盟的旅客保護黃金標準 我們現在的條例 還需要進一步改進和提高 盧克電業上週面稅日反映熱烈 決定由即日起 特選部分電器和OpenBox電器 繼續面稅 數量有限 肉購重速 盧克電話 416-754-3860 環保購物袋 氾濫成災 離車廂 家裏又收藏了多少個 聯邦政府自2022年底開始實施 購物交袋禁令 已經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 就是 可以重複使用的環保購物袋 氾濫成災 因為大型零售商 至今尚未為 向消費者提供 環保購物袋重環再用的店內 解決方案 引發 居民對於環保袋銷售利用 正是阻礙零售商 採取行動的擔憂 不少消費者都有 以下相似的經驗 在購物結帳的時候 因為忘記攜帶環保袋 而無法不購買新的環保袋 以至家中的環保袋越積越多 研究結果顯示 可以重複使用的環保袋 必須被使用多次 才能夠交一次性使用膠袋 構成較小的環境影響 然而 很多環保袋 並未被重複使用 而是 丟去垃圾堆填區 原因是歸咎於 它們難以再循環 造成上述現象的 部分責任 是在於消費者 它們 應該在購物時 記得帶著自己的環保袋 但環保人士說 零售商必須盡自己的一份力量 提供環保購物袋 循環再用的店內解決方案 例如 被顧客退回不想要的環保袋 或者領取已經洗過的二手環保袋 但至今為止 大型零售商 並未有推出這些解決方案 因此引發有關環保袋 銷售利用 正是阻礙零售商 採取行動的擔憂 加拿大廣播公司 就可 重複使用 購物袋的利用 向各大超市集團提問 只得 沃爾瑪回覆說 該公司的藍色購物袋定價33先 不是利用來源 沒有一間超市集團 就 怎樣 可以採用永久性 店內購物循環作用方案 作出回答 可重複使用的購物袋業務 現在正是蓬勃發展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石安的估算 這項業務 在2023年全球市場價值 約110億美元 預計到2032年 將會攀升至150億美元 石安發表的一份聲明說 該公司 預期零售商 將會從市場增長中 獲益最大 我是RD UpTown總裁 Helen Chin Krischer 我們擁有安産 自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RD UpTown是你的首選 生活沉悶 有時真的要找些東西來調劑一下 加拿大王家駐幣廠公佈了一款生產品 在一個20元的硬幣上 設計了一個日軌 令到整個硬幣變得很有立體感 也可以是一個天然的計時器 當標用都可以 雖然做幣廠 過去曾經發行過 都有令人驚嘆設計的硬幣 但從未生產過 和這枚硬幣相似的 這個硬幣包括一個 杜魯王和鬼針 當防止在陽光下 並指向正不方的時候 鬼針會在硬幣底部投射陰影 指示時間 硬幣的邊緣 是有顯示時間的羅馬數字時標 為了和太陽的主題保持一致 鬼針上還有一朵向日軌 和任何日軌一樣 由於經到同一年中的時間 可能需要一些額外的調整 除了設計獨特之外 這門硬幣只是發行5000個 而且 不是流通貨幣 你不可以真正當20元 用來買東西 不過如果你願意拿來530換20元 我們都歡迎 因為它面值雖然是20元 但駐幣局的售價 是每個159.95元 而且限在加拿大 王家駐幣廠的網站發售 每個人下賣兩個 所以 如果你拿來換20元 吃虧的是你 設計這個硬幣的是加拿大藝術家安娜 他說 這個硬幣是他 至今為止 最喜歡的設計 成興海美在加拿大海美界 忠誠可靠 信譽超注 標榜名碼實價 貨真價實 根兩實足 用心轉材 嚴控品質 同顧客建立 長期良好互信關係 成興海美是最專業的海美森容食材店 成興海美遍布各大華人商場 七天營業 茶廠電話 416-298-1211 在加拿大 有時有趣的東西 又不只是硬幣 趁著這個週末 530又給大家猜猜 安省倫敦市市議員 薩姆特羅索 現在喝一杯有泡的東西 你猜是不是啤酒 議員喝啤酒 不是出奇 問題是在哪個場合和何時 這張照 他是透過線上開會時被拍攝 當時是9月24日 倫敦市市議會剛剛開會三個小時後 有人問他 這杯是否啤酒 他說 我沒辦法確定 這杯裡面是甚麼呢 他說 那一刻 我在房間裡喝了很多東西 包括梳打水 啤酒 和沒有酒精啤酒 他說 如果我這樣做 有甚麼不對 我自己承擔後果 就好了 多倫多市今晚最低氣溫是攝氏8度 明天最高氣溫是攝氏17度 大多倫多地區 明天的普通無原氣候價格會升4線 每公升152.9線 2021年7月1日 一名軍裝警在銅鑼灣被刺傷 其後23歲男裝修工人 攝在連登留言 插X死他老爸老母及主張英插小腸等 他否認一項 善獲他人有意圖而傷人罪受審 案件今天在西九龍法院裁決 站委法官陳維敏自出 被告思想正常 卻仍然在7月1日 這個敏感的日子發表善案言論 反映他 據善獲傷害警員的心態 裁定他罪成 並將他還押至11月1日作判刑 被告容昌明 否認在2021年7月1日 善獲他人有意圖而傷人受審 法官今天在書面裁決理由自出 被告曾在警方錄影會面 自然不受警 卻留言插X死他老爸老母 認為他在庭上的公稱 是出於食花生留言是大方話 對於被告早前稱 他覺得刺警事件 不真實和荒謬等 才表示下次應插小腸 他又為回應其他連登會員的斥責 而表示 教人點刺都不行 及教人下次怎麼做都不行 法官反問 如果被告真的覺得事件不真實 為什麼不留言表達這個想法 批評被告作公事淡化自己發表的言論 拒絕接納他的證供 並批評他的公辭完全不可信 並認為這兩則留言進一步強化被告主張插警員小腸的言論 並非流於情緒宣洩 構成善獲他人傷害警察 形容該留言互相配合 加強善獲效果 英國日前舉行法律年度開啟點禮 其中英格蘭和威爾斯大律師公會主席 Sam Tonian 在點禮前一晚的歡迎晚宴致此時 提及香港的法治 逐步遭強權統治和行政機關任意及不受制約的權力取代 令昔日對香港的尊重和權威逐漸流失 他對在香港維護司法公正和獨立 盡可能堅守陣地的法官和大律師表示同情及支持 香港律政司發言人回覆查詢時說 必須嚴正指出 有關的個人言論和事實完全不符 並強調政府和行政機關 一如既往將繼續嚴格依法和案法治原則辦事 他在演詞中另外提及英國早前的反移民騷亂 英國傳媒近年攻擊法官等 他表示需要法治抵抗民粹和專制力量 法律團體必須保持警覺 同時可分享專業知識 資源、友誼和希望 為做對的事情站在同一陣線 我們其實都是公司同事 就算拍劇很少 但我們經常都在一起 始終都是大家同事 尤其是台興 每一次我都跟阿Mo跳舞 因為阿Mo永遠都是 在最後他站在中間 我永遠站在後面 看到阿Mo的跳舞 我就跟著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今天會不會要收視 現在 挺好 我都覺得是 其實我自己都有看的 我覺得有這個成績都算是這樣 可以說是 有些速遞員 看到我沒有什麼反應的 最近有些看到我就很仇視我 阿Mo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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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